曾经在电视音频上出演霸道总裁 如今自己在商界舞出了一片天地 婚后的吴奇隆似乎是把工作重心移到了幕后 最近他就以老板的身份回到了台北老家 为鼠山战绩是在台播出做宣传 一起去看一下 头是清爽 走路带风 自信满格 回到娘家的吴奇隆可是霸道总裁气场全开 老板当得风生水起 不过对于演员这个老本行 吴奇隆似乎有点不那么上心了 继2011年一部令吴奇隆重回事业巅峰的 步步惊心之后 小吴同学虽然也没闲着 但之后推出的犀利人师 步步惊情等剧都反响平平 这次回家乡推广的鼠山战绩 吴奇隆既当老板又投回出演大反派 但要超越五年前步步惊心成就的辉煌 恐怕还是有点难 龙哥会不会担心被只吃老本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跟他的选择 吴奇隆集中火力公募后 实在让围观群众有点担心 不过他倒是很坦然 既能赚钱养家 还能给更多年轻后辈提供发展的机会和平台 岂不是一举两得 其实吴奇隆转座幕后的另一种考量 也是为了多照顾家庭 不然两人各拍各戏据少离多 生娃计划只能无限延后了 至少在今年内吧 今年还有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完成的 所以明年再说吧 不过都知道吴总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尽管自己要忙的事一大堆 但仍旧还在帮着别人操心 这个月底 霍建华 林心如即将举办婚礼 作为好友 龙哥也得帮着张罗一下 建华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我只能想办法帮他 有人要捣乱的话我就出来打了 娱乐新年地台北采访不到